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挺好听的 对 然后天天都很快乐 你天生个性就是这样 天生个性其实是的 因为从小就长在很愉快的一个环境 因为台中嘛 台湾的台中 中部你知道气候最宜人 不冷不热 什么都刚好 中部的女孩就像我们是内地的四川一样 那个水养人 皮肤真好 也像杭州姑娘一样的 台语叫水当当 水当当 水当当 是不是 你有这种感觉吗 谢谢 谢谢 我也觉得应该是这样讲 中部的女生呢 我觉得脾气特别好 有道理 就是很温和 因为你不吃辣椒 不像川妹子 不不不 但是我是例外 我特别喜欢吃辣椒 是吧 所以我到大陆的时候 我非常开心 就是尤其去北京 你喜欢去北京的什么 找到故乡了 真的 对 北京的羊蝎子啦 或者是 哎呀 都爱 是羊肉啊 对对对 都爱 台湾都没办法做得这么好吃 不得了 我们两个怎么讲 我还去过他们的新疆屋里面 吃他们的那个 所有都是羊的盛品 在北京哦 真是好吃 那凯伦哥那你赢了 我不过就是在北京 我是被 我是被我永达的朋友招待去吃 不然我也找不到 今天给您介绍这位好朋友 其实非常难得 他先帮我们点了 风中的早晨 还告诉我说 要许伟的版本 许伟是我刚跟各位报告的 70年代 60年代 台湾当红的偶像 真是不好意思 给凯伦哥考了个事 但是呢 因为这个版本是绝无 从从来没有播出过的 是真的 所以这是 空前绝后的版本 所以特别在今天凯伦哥的节目 才能听到这样的版本 真的 也是老天爷祝我们 马爷祝我们 让我终于合法的买到这首歌 因为我跟Guby讲 我说如果不合法 我不想在节目里播出 真的 我们自己做这个广播人 我如果去下载啊 或者是不合法 我觉得我自己 别人不管 我自己会过不去 是真的 而且凯伦哥你知道 您真是典范 你这么一说 很多人都是赶快回家 蒙起棉被 再也不敢出来 见人 没有没有 每个人的这个 各取所需 最重要的是 Juby 你其实 我从资料里才发现 你好优秀 你是台湾 东海 台中 那个很美丽的 一个大学里的 外文系的高材生 那你英文歌 一定唱得很好 其实一开始 我会跟音乐 这个行业有关 其实也是 从英文西洋音乐 开始出来的 那因为那时候 大学生嘛 打工 所以我们就在 Pub里面唱歌 所以是这样子 然后也就是 在Pub里面唱歌 然后才认识 马爷 马赵俊贤 对对对 是 马赵俊贤 他追你 你追他 对不起啊 反正这时候 他不在了 我怎么说都可以啊 那当然是他 追我了 是吧 马爷知道你 人家一定对他 他很有福气 哎呀 别这么说 那个福气 倒是不敢当 不过当时呢 因为大家也知道 马爷他是 不靠外形取胜的 他是靠才华 是吧 所以当时 我们两个 这个一配起来的话 这个只能说 就那几个字了 美女与野兽 他有点像 我们现在大陆 当红那个女的 也是评审 也是歌手 来过台湾的 叫什么名字 韩红 韩红 对不对 对他长得 就是佛佛太太的 对不对 然后歌声一出来 是迷死人 你绝对不相信 马赵俊怎么唱这么好 真的 可是老天是公平的 他的 就是让他在幕后 捉刀嘛 做制作人嘛 所以那时候 你看凯文哥 你那时候怎么样 都是一个偶像歌手啊 我这辈子的 唯一的第二张专辑 还是马赵俊 帮我做到的 真的 所以我一直很感谢他 你忘了没 对不对 我后来还把那个版权 退给你 我觉得说 给他一个尊尊敬吧 不会有一首歌 你点得到有趣 为什么会点 七月梁山 马赵俊的歌曲 而且他自己做词做曲 我知道 因为凯文哥你知道吗 七月梁山 这是有一个青涩的初恋的故事 是你的吗 哦不 这是发生在马二哥 哦 马赵俊的哥哥马赵华 也是一个歌手 好